然后啊上面呢我们要再给大家说的呢就是你看呢啊我们说这个login这个函数呢它的一个介绍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session里面呢哎保存我们的session id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说了啊我们这个session默认保存在哪里 对吧他默认是不是保存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你看呢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session的时候我们说呢保存session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不做配置的话默认这个session呢是保存在一个数据库里面对吧保存在将购session这个表里面啊 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在我们实际做这个项目开发的时候啊 那么有些地方我们是经常要用到这个用户的session信息的啊 假如说放在数据库里面的话你就对应着你每用一次的时候你就要去数据库里面呢去取啊就造成数据库的一个读写 而这个直接读取一个数据库呢它的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读写速度是比较慢的啊 所以我们在项目里面不能使用它默认的这个保存session的方式啊 我们要使用我们的redis呢存储我们的数据库啊存储我们的session数据库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在我们前面呢给大家讲这个redis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使用redis呢存储我们的session信息啊 也就是在我们的后面其实在后面有这个一段啊 有这一段啊你看到这边使用redis存储我们给大家讲 首先你需要去安装这个包对吧 安装这个包啊安装安装呢在你的配置文件里面呢去做这样的一个配置啊 然后呢你之后呢你再去做的时候你存储session的时候是不是就存到redis里面去了 对吧哎这是这样一种方式啊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再给大家说另外一种方式啊把你的session的存到这个redis里面去啊 那里面去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叫做 将狗 redis啊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包啊它的名字呢叫做将狗 redis啊将狗redis 那么将狗redis呢它是哎一个可以使将狗支持这个 redis cache是什么意思啊 缓存session后端的全功能一个组件啊这后端什么意思啊 现在就是使用redis呢去存储session啊 就是session它就是一个哎写好的一包 那么这个包怎么去使用哎怎么去使用啊 在这边看到啊安装用户指南安装 使用这个命令 派不意思到叫做将狗 redis啊把它在你的环境里面呢去做一个 安装哎其实呢就是在这边啊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 在你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再去安装一下这个东西 可烈啊 啊直接呢在这边 pipe哎直接的去装它我这边已经装好了啊 你装完了之后 那么下面呢你就可以能去做配置了啊怎么配置下面呢也有介绍啊首先 这里面这里面有一个作为cash bacon的使用 配置啊这什么意思啊 那么 在我们这个 相购里面呢 他呢有一个叫做缓存的设置啊就什么什么叫做缓存啊什么叫缓存 我们在这边简单给大家提一下啊讲到的时候我们再说你比如说我这个页面首页这个内容 对吧 首页这一部分内容呢 显示的信息在哪里面 是不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对吧你商品的信息在数据库里面的话啊 假如说每一个用户访问你这个首页的时候你都数据你都去数据库里面你去查一次 那么是不是查了很多次啊 而这个首页的内容呢他呢可能很多人访问的时候呢这个页面内容是不是显示出来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为了减少这个数据库的查询呢 我就可以呢把这个页面我查一次对吧 查一次之后哎渲染出来这个页面啊 页面内容都一样我就可以呢找一个地方的给他 存起来 而我找的这个地方呢 我的要求是他肯定要比这个访问速度库的数据库的速度呢要 快啊如果他慢的话我们还不如不做呢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叫 缓存啊叫做缓存 那么缓存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 redis 数据库的时候我们说redis 数据库最常用的一功能呢就是作为这个 缓存 那么在江湖里面你要配置缓存的时候怎么配置啊 其实呢就是在你的配置文件里面的去加上这样一个 配置项啊 那么这个配置项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 settings里面啊 给大家加上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 这里面 这是将过啊 就是将过的 缓存 配置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在今天先给大家提一下这个缓存的概念啊 在我们讲到这个 首页的时候啊 我们还会再给大家再说这个 细说这个缓存啊 那么 然后在这边怎么配置啊 你比如说 前面这一部分呢 你注意 这都不需要变化啊 这也不需要变化 哪里需要变化呢 location 你要使用redis作为缓存的吧 这个缓存 你要使用哪个redis 你需要在这里面呢 指定啊 那你比如说 我们还是用我们这个 他啊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个 redis去做这个缓存啊 PSLK的 然后呢 drp写上一个 redis啊 写上一个 redis啊 OK 那么这是他 我还是要写他的这个地址 对吧 写他这个地址啊 然后呢 copy一下 放到我们这边 好就是他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分一下这个数据库啊 我刚刚写这个salary的时候 我是使用这个 8号数据库作为这个任务对电力吧 现在呢 我让他作为缓存 我用哪一个啊 我就用我们这个 哎 9号吧 啊 6号也好像 已经用了啊 9号 OK 那么在这里面 写上他的吧 哎 作为这个 缓存 配置啊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这个缓存配置啊 然后还有一项呢 叫做我们的这个 session的配置啊 然后你再往下看啊 再往下看 找到 下方 好 2.3作为 session的 后端进行使用的 一个page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 这个 session engine啊 他就是控制你的 session应该保存在哪里 对吧 那么默认的话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时候 这个 session的时候 我们说他的这个 里面呢 支持三个选项啊 三个选项 默认的就是 将个contrib.sessions.bix.db 对吧 代表是存到数据库里面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做 jango.contrib.session.bix.d 开始 这个配置项是不是就代表呢 是存在缓存中 对吧 缓存里面默认啊 你没有去设置缓存的时候 默认的本机的内存呢 就作为这个 缓存 但是呢 哎 我们现在呢 已经设置了这个 redis做我们的缓存 我们可以呢 设置就把它保存在缓存里面 是不是保存在redis里面了 对吧 所以呢 你这边呢 你需要呢 把它 把这两句呢 给它 拿过来啊 给它拿过来 OK啊 OK 那么下面这个 session.cash.alice 这个等地方的 这是什么作用 我们之后给大家说啊 之后呢 我们会使用这个 连接到redis的时候啊 它就有这个作用了啊 我们之后再给大家说啊 那么这里面呢 哎 那么 它呢 就是这个配置 session的 存储啊 配置 这个session 那么 存储 OK 那么我在这边 配置完了之后呢 哎 我们呢 就再一次的去登录 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在这边 找到这个 登录页面 user 里面有个 login啊 然后呢 这个好像停了啊 启动 重新启动 好 打开 user login 这样一个页面啊 那么在我们登录之前呢 我们呢 就先去 看一下我们的redis数据库啊 我要去连接它 redis cli -h 172.16 点179 点130 对吧 然后6379 哎 我就没有必要呢 默认就6379 我就回车啊 连过来 连过来 我使用的是这个9号 我就slack的 9 对吧 然后呢 写一个case 行 好 现在是空的 对吧 现在空的啊 然后下面呢 开始呢 进行登录 那么登录的话 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就右键 检查一下啊 检查找到这个network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开始呢 进行一个登录 好 在这里面 输入这个用户名 smart8 啊 呢 说这个 好 点击登录 对吧 点击登录之后呢 然后呢 在我们这边 哎 你注意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login 这个页面 哎 他返回的时候 你看到啊 这里面呢 应该有一个 sessionid 对吧 是不是应该 设置了一个 sessionid 对吧 这个东西啊 是他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这里面 再去看一下这个case 星 哎 看一下多没多了一项东西 看没有 你这个件的名字 你看一下 是不是 这是他帮你加的啊 你别管他 你看的是哪一部分呢 你看一下啊 你看的是9后面的这一部分啊 你注意 9gkvir26 对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sessionid 是不是他 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吧 那么这个k对应的值呢 就是他帮你保存的这些session的信息啊 session的信息 现在呢 我们的session呢 就已经存储到了我们的redis 数据库里面啊 redis数据库里面 OK 那么这个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是配置redis 作为我们的缓存和session的一个后端存储啊 后端存储 OK 那么这是这么一部分啊 这么一部分 好吗 好吗 bu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